三立新闻 谢立文 许志雄 S小组 北部导 不要参选新北市 这边服务员非常的辽阔广大 那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现在走过了淡水跟中和的财神庙 但是要跑遍29个乡镇市对体力上来说真的是一大挑战 所以现在传出蔡英文开始练身体了 不只在家 一边看电视 一边跑跑步机 说一天还要跑步30分钟 蔡英文的体能训练悄悄转开了 来看我们的独角报道 爬上半身腰的轰炉地财神庙 蔡英文跑北线堪称体力大考验 新北市那么大 未来半年跑选战体力当然要锻炼 体能大作战悄悄转开 因为老师讲当当主席需要耗这个庞大的体力 在家里面有什么运动器材吗 没有 我也跑步机 我有时候看大话新闻啊 我就会上面传一下 曾经自爆自己边看这个节目 边跑跑步机 但现在开始跑选战 蔡英文练身体更是拼 每天多花半小时慢跑健身 6月2号第一次大出场到淡水黄金海岸 蔡英文算是通过第一考验 幕僚设计行程也有算过 一开始不会太密集 隔几天排一个行程 体力希望累积到最后三个月 跑行程也得循序建计 让貂蝉你喜欢吗 那个 那个有点过头了 我虽然比较粗壮一点 那也不至于到那时候成出了 先前副选座叫蔡英文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体重跟着行程增加 但这回变成台教人可不一样 承受压力前得先增加过人耐力体力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 这五都的选战 您觉得这个双方更能